莫非凡 阿仙 今度苦来 他 如什么化 把阿仙 今孤溺 莫非凡 阿仙 Maviato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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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vi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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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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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文米桑 接下来的两段短讲都跟这个爱有关系 我们今天当一开场的时候有说今天有四个诉求跟两个行动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两个行动的具体内容跟大家说 那首先我们欢迎第一组 第一组是要谈刚刚提的两个诉求 资金区跟福贸货贸贸这个诉求对每一个在地会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非常希望呢可以在全台湾招募许多的志工来组成一个调查团 然后来调查说在那个地方这些福贸贸易协议也好 货品贸易协议也好 甚至是资金区也好 到底会对在地造成什么影响 那这一组的三位讲者分别是 反黑箱福贸民主阵线的召集人赖宗强律师 那刚刚已经发言过的邱花妹邱老师 以及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发言人王熙 我们欢迎赖律师 大家好 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高雄的在地朋友来到这里 那我接下来要跟各位报告的 是我们这个社会调查团 就是要调查什么呢 调查这个福贸货贸质金区 到底会对我们台湾社会 对高雄在地 对南台湾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们 我现在左手边举的这个帐篷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调查团的志工招募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或者等一下呢 听我们几位介绍完觉得这个行动有意义 到这个帐篷区这边来报名 讲到这个福贸 马总统 他都说这个福贸 大家这个批评都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福贸是利大于弊 讲到最后我们说利大于逼 他说利大于弊 这开玩笑 但是真的利大于弊吗 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马总统没有让我们知道 其实整个福贸的开放范围非常广 各位想一下如果你们家巷口 这所有的机车行建材行便利商店 通通都开放中资经营 小吃店 所有的餐饮店 所有的零售业批发业 全部都开放中资经营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再来马总统告诉我们 他说啊你们都多虑了 福贸协议只有中国的老板 中国的资金会来 了不起中国的干部会来 中国的劳工不会来 不会影响大家的就业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个主基础的统计的图 我把这个统计数字跟各位报告一下 马总统呢根本不了解服务业 根本不顾服务业的死活 我们就用大家讨论最多的美容美法业 作为例子来跟大家讨论 我们的美容业啊 登记三万家店 但是有六万个从业人员 所以一家店大概只有两个人 这六万人里面啊 大概有两万多人 统计上啊 其实就是老板兼员工啊 他叫做自营作业者 以及家属无仇劳斗 这个是统计名词 简单讲就是 啊就是 老板兼员工 那个儿子女儿 爸爸妈妈 帮忙一起工作 我们的美容店 这样的老板 就两万人 六万人里面他就占两万人 另外一万人啊 是干部 真正的 我们说的蓝领劳工 在统计上 不到一半 所以如果真的中国老板来了 真的中国干部来了 那个就是美容业一半的人口失业 大家说这样影响大不大 当然很大 但是马政府没有告诉大家这些 再来我们看至今区 马总统说 至今区是要让台湾的经济 接轨国际脱胎换股 其实啊 台湾的经济啊 已经非常自由 非常国际化了 你现在再说啊 要再更自由 更国际化 他没有讲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黑箱服帽 黑箱货帽的后门条款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至今区 要开放 八百一九十几项的中国农产品进口 要开放 一千两百多项的 工业制品进口 然后 台湾要对全世界的农产品 立刻实施零关税 全世界 除了香港新加坡这种港口国家以外 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对待农业的 这样的冲击 马政府没有告诉人民 所以 政府没有做的冲击调查 我们这个调查团 我们自己来做 政府没有告诉人民的 隐瞒的真相 我们自己来做 就是我们这个服帽货帽至今区 这个调查团 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 我们这个调查团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暑假的阶段 会跟学者 还有跟学生社团合作 这个我等一下 请邱花妹老师来跟大家说明 另外我们有一个服帽冲击地图 就是要对 执政党的在地立委 像黄昭顺这样的立法委员 施加压力 这个怎么做 等一下两位会来跟各位报告 如果各位听了 觉得这个行动有意义 请各位到左手边这个帐篷区来报名 谢谢大家 各位各位 各位我们各广市的乡亲器人 还有我们的学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不好意思我又起来了 我又上来了 我是中山社会的老师 我生哭号秋花妹 这一段其实我只是非常简短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希望可以来做社会调查团 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理念跟想法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 在这一波318的国会占领运动 我认为这是一个台湾人民 透过自我教育集体学习 并且去会整认数 而能够大声的批判 勇敢的站出来大声批判跟挑战 服帽黑箱的运动 那么怎么说呢 这个人们如何透过自我教育合作 并且产生运动的力量 那个力量其实可以追缩回去 早在一年多前 我们各个NGO所组成的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 就已经在非常多的律师老师 还有学者跟社会运动的工作者的努力下面 一起研读草案 汇整分析然后提出了一些批判的论运动 并且率先向台湾社会揭露 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定添下去之后 对我们台湾整体的政治经济民主社会的主体性 以及冲击都将负面的冲击都将非常深远 那么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才后来因为国民党在立法院的这个二指的作为 才引爆了这一波的占领运动 那么我们也看到占领运动以来 我们看到学子 各地的学子 台湾的人民 还有我们非常多的大学教师 我们站出来在立法院发起了所谓的街头民主教室 在那一波的行动里面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朋友们自己挂在网上 开始了自己服貌自己神 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在街头像我们高雄 不论是在这个国二 或者是我们在文化中心 之前在国民党的党部 以及我们各大大学的校园里面 都开始了展开了非常多的讨论跟分享 那么在立法院外面 后来展开了所谓的公民审议 我们开始在街头进行了关于服貌的民主审议 我们自己去挖掘讨论爬书 到底这个攸关我们切身的利益 攸关台湾发展跟民主的一个这么重要的法案 对我们到底在各方面产生什么样影响 所以我要说这一波的运动里面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自我教育 跟集体的合作学习 让我们的运动产生了论述 产生了力量 也让我们得以非常有力的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台湾公民 跟我们年轻的学士 都应该给自己最大的掌声 也接续了这一点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 当我们开始说我们新的运动 我们要整理我们的队伍 我们要重新出发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延续这样子的自我教育 自我完成的过程 我们一起继续 透过更近一波的调查 来了解这个法案 包括服贸以及资金区 可能对台湾在各方面的冲击到底是什么 刚才赖律师其实讲的 是一个已经讲了一些很基本的 大家可能关注的事物 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 这些事物可能接下来冲击到的 其实不是只有经济中小企业 它甚至会 这个影响到我们共享的这个自然环境 医疗教育劳动等等各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其实回过头来 也回过头去想到 在我们1980年代 其实台湾越来 当时台湾社会在检验前后 有非常多的年轻学者 跟年轻的学子 他们组成了所谓清流调查团 去调查比如说 二人西的污染问题 或者他们到西埔去调查 劳工到底遭受什么样子的打压 透过这一段调查进一步 不是只有在读法案 或者是阅读书本里面的知识 我们开始真的进入社会现场 我们去了解 我们去跟商家面对面 我们去跟可能潜在的受害的工人 乃至环境 去对话 去了解这些法案可能产生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社会经济 跟政治的环境的调查 它其实将可以让我们在成员一波 所累积的知识 可以再往前再跨一步 同时这样子的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对话 跟动员的过程 因为作为学者 乃至我们大学生 我们常常害怕跟担心 我们所讲的事情 到底我们街头巷尾的阿公阿嬷 我们庙口 我们菜市场的朋友 长辈们能不能了解 当我们有机会走到社会的不同的角落 去跟他们对话的时候 跟中小企业 跟不同行业的人对话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机会 让我们对于这个冲击 有一个更深入 跟彻底前面的了解跟认识 也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 我们才可以更勇敢跟大胆的说 我们未来希望台湾的改革的方向 一个比较符合环境永续 跟公平正义的发展方向 到底要怎么走下去 最后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其实在占领运动之后 很多人都非常的疲累 也展开了 都觉得需要休息了 可是我看到的是 我身边的NGO的朋友们 努力不懈的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包括自贸区的工作坊 做了非常多的知识的爬梳 开始展开了讨论 或者是我们也有团体 已经开了公民宪政相关的愿景的讨论 我们的学生社团 他们包括我所了解的 今天这三天 我们黑岛青跟民主黑草同学 也在我们中山大学开三天的研讨会 那么这个工作坊里面 他们也都包括要去讨论 像我们在地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们高雄南兴计划区这个地方 这个过去被丢弃了 大家不要废弃物所填起来的地方 接下来要发展两个自由贸易港区 要发展两个这个 我们说的游艇专区 到底它对台湾的环境 对于当地住民的健康的冲击是什么 而这个开放对我们整体而言 到底是好的是坏的 我们都没有非常清楚的讨论 而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政府 非常忙憨跟阿爸的状况下面 急着要推过去 所以我们要说 包括这样子的议题 同学们也都把它设定进去工作坊 希望未来有更多 对这些议题的深度的了解 所以我最后要讲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我不能说 我们也不敢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 已经很明确的说 要怎么去展开很细致的各地的调查 但是我们相信把这个理念 挑出来之后 我们有机会号召到所有的 关心这个议题的年金朋友跟公民 我们开始进一步的去思考 我们怎么透过这样子 把我们的脚步深入到台湾不同的领域 跟不同的角落 跟这些可能受到服贸 以及资金区冲击的人们对话 让我们的知识更有力量 让我们产生的论述 更能够着床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所以我在这边 前置的邀请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 还有过去这段时间 你可能有走去 曾经到过不同的地方 参与各种各样的聚会 跟在你行动 以及对话的朋友 让我们在下一波的行动 可以一起走下去 包括参与到这一类的调查行动 让我们产生更坚强有力的论述 来守护我们想要的发展的 我们希望的发展方向 以及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 谢谢大家 各位高兴的朋友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公民198的行动联盟 我们就是一群网络上组成的乡民 所以今天我要本着乡民的精神 有图有真相 带来一些照片 为大家介绍 第一张照片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是去年8月3号的时候 为了红众球案 25万人走上街头 在凯道上面绽放出光明 我们当时都彼此之间在问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结果是有用的 当我们20万人走出来之后 撼动了16年 乘风已久的 军声法改革 于是 当时在夜空之下 每一位朋友我们彼此之间承诺 这也是我们的信念 我们希望如果政府带来黑暗 我们就有我们公民朋友自己带来光明 大家说当我们站出来就像现在我们都坐在这里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有 所以 今天我也想跟大家约定 如果政府带来黑暗 就有我们公民朋友 一起带来光明 好不好 好 大家都有说好 今天有说好的 大家不要忘记 大家的承诺 因为等一下就有行动 需要大家 不要说了好之后 雪像今天 政治任务都会跳票 我们今天要带来第二张照片 在去年10月10号 我们同样就在立法院旁边 号召了一场 就在这个 后来我们游行到了 中正经验堂 大家都知道 可能都知道在哪里 我们在那个 中正经验堂底下 我们 接下了几张布条 第一个我们说 公民互宪 还权于民 我们知道今天国家的一些问题 就在于我们的公民权不够伸张 包含 不能公投的鸟笼公投 包含 重重限制的罢免 包含 不分区小党门槛 不合理的 这个门槛 我们当时也在另外一边 接下一个布条 黑箱服帽 重启谈判 带来这张照片 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有一个耳朵长毛的总统 他说 学生们 这些占领立法院的这群 暴民 我们这群暴民 诉求变来变去 我们要跟他说 去年10月10号 我们就跟你讲 黑箱服帽重启谈判的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是你自己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状况啊 在这边 我们就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在这张照片看到 我们早就已经对了 对起这个服帽 我们用一样的信念 我们说 今天政府用重重的黑箱 每次当我们问他回忆记录 当他问他 重启影响评估报告 他都说 有做啊 在哪里 兵来看 他都说没有 炮箱我不能给你看 在这样的黑箱情况之下 不就是政府带来的另外一场黑暗吗 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一场行动 刚刚很多人都说好哦 很多人都说好哦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我们要用网路的力量来去改变 网路上面有另外一个组织 很多人可能也听过 叫G0V010政府 他们今天用网路一群网路工程师 希望用网路的力量带来一些改变 我们在网路上面看到 我们可以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 叫做你被服帽了吗 你被服帽了吗 来告诉各位 你所处的一个场地 你的工作 你的产业 你所处的地方 有没有被服帽影响 但是这个网站远远不够成型 它只是一群网路工程师 所创作出来的东西 里面没有足够的内容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你跟我 我们一起来完成 所以为什么今天需要有这个调查团 为什么我们要针对服帽货帽 自行区的冲击影响评估 来去自己公民朋友 来去组成这样的一个调查团 来去调查 原因就是因为政府不肯告诉我们真相 政府不肯告诉我们真正的冲击影响评估嘛 所以我们一起来完成 刚刚说好的朋友很多 说完了 你该去填资料 该去填志工招募表了啦 不要再坐在这里了啦 该一个一个轮流过去填了 填完之后 我们可能会选一些方式 比如说就在高雄当地 也许我们就选 比如说左营 南指 这些大节上面 几条大节上面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挨家挨户有去调查 只有靠我一个人 只有靠刚刚所上台的这些 我们这边的工作朋友 没有办法完成这件兼具的任务 他需要每一个人参与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每一个人只要花少少的几分钟 也许我们就一次活动出来就能够完成很多的东西 我们的理念一直是 我刚刚说 如果这个政府带来黑暗 就由我们带来光明 我们一起来带来光明好不好 下一个行动是 下一个行动是我们都知道 国家很多的政策都在国会当中 在立法院当中被决定 可是我们却都不知道 他被决定了什么 我今天在帐篷区 很多朋友来的时候 我只跟很多朋友说 问一个问题 各位朋友 你知道你的选区的立委是谁吗 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 我是想问你 你知道来立法院都在干嘛吗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包含我 很多时候 我也不可能知道每一个立委都在干嘛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说 每四年选举的时候 我们好像进宠物店挑宠物一样 选一只你感觉起来 看起来最可爱的 他都马跟你讲 他跟人民站在一起 他进立法院都马跟你说 他绝对会跟人民站在一起 听人民的声音 为人民说话 可是你知道他真的有没有跟人民说话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所以 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像 不要再让这些立法人像流浪动物一样啦 每四年选完之后 接下来他就流浪了 他去做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 我们一样用网路的方式 用网路的方式 打破我们地域的限制 今天我来到这边的时候 有跟几个志工朋友 我们高雄在地的志工朋友见面 我们调查兵团的志工朋友见面 结果大家发现 他来的时候我还吓得他跳 因为我们初次见面 我们彼此已经工作了一个月 可是我们彼此之间不认识 各位 这就是网路的力量 我们的信念是 每一个人 我们可能短短花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能创造改变的力量 在这边 同时我们要宣传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组织 各位都知道我们现在人在这里 可是就在镜头的这一方 有一个叫卧草的组织 各位可能知道 可能有看过国会无双 对不对 卧草他们非常的辛苦 他们一样 我们都一起致力于把国会的东西 我还没说鼓掌 各位就鼓掌了 现在我不知道多少人在看卧草的直播 但是我相信一定非常多 在这段时间来 非常多人来去看卧草的直播 尤其是在立法院之后 我们不要再动不动就要杀进立法院 当然他如果在干这么狗屁道道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他 但是这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我们所有的公民社会一起花稍稍的几分钟 像卧草的伙伴 像各位在座的伙伴 像加入调查兵团的伙伴 我们一起花稍稍的几分钟 每一天彼此之间我们就能创造出非常大量的东西 就像这个福贸货帽资金区的冲击影响调查团 就像我们的国会调查兵团 各位 我们的信念是 如果政府带来黑暗 就有公民带来光明 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 各位还没有填报名表的 请尽快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王熙 我要再次的来事务招领 周明道 周明道你的国旅卡掉了 所以请你等一下到服务台去招领 去认领 好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货帽福贸资金区的影响评估调查团的一个简介跟报告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今天在场也在招募志工的行动 是关于公投法的修法联署 那一样在旁边的帐篷里面也有招募志工的摊位 那除了说两个行动之外呢 我们在服务台设有一个捐款箱 这捐款是否这一次的晚会跟后面一系列的巡回所使用 所以如果各位方便的话就到那边帮我们做小儿的募款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下一个行动 就是我刚刚说的推动公投法修法联署 那这个活动是由岛国前进来发起 然后推动的 我们现在就要来欢迎我们的男子天团 不是 男子天团是等一下的灭火器 我们来发起我们的 我们来邀请我们的三位岛国前进的发起人 林飞帆 黄国昌跟陈维廷 反而现在来发片 对 我们不要踏踏 对 对 对 好 各位高雄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这个礼拜天的晚上 大家齐聚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被牺牲为是男子天团 其实我在我们在上台前就已经知道一定会被这样消遣 但我们还是选择三个人一起上来 各位这一阵子 在经历过三月份四月份 人民风起云涌抗争之后到现在 各位这一阵子你休息够了吗 你们休息够了 没有休息 好 这问题的确难回答 好 各位 这一阵子 当台湾社会经历过三月份四月份 高强度的抗争之后 我发现马政府并没有让人民休息的意思 各位仔细回顾一下 这一阵子 这几天 正在国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当四月十号人民离开议场之后 大家离开议场之后 各地的歌篮委行动 从台北到高雄 各地的民众自发性的集结起来 都在从事歌篮委的行动 这些行动 得到国民党什么样的回应 国民党最具体的回应 就是他们提出 要提高罢免的门槛 这一阵子 自经区的议题在国会里面 黄昭顺委员 企图用同样的方式 用张庆忠的三十秒